有一个品牌他是这么说 我们的作品不属于任何既定类别 不仅仅是一枚万表或者是一枚珠宝 而是开创第三类别的独特真品 你能猜出说这话的是哪个品牌吗 万表流行率中标与奇迹 我们看表展的诉求是什么 一个是调整你的欲望清单 如果你已经在某几款表上纠结了 那么今天我们利用表展的信息 给你增加一些确定性 帮助你拿定主意 另外呢表展上有那么多的新款 我们基本上都可以拿到实物 我们利用讲新款的时候 给大家带点干货 在看展展之前呢 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关注这几个趋势 比如说手表尺寸大小的趋势 现在是越来越变大了呢 还是说收缩了呢 再一个全球范围内 对手表的性别现在很弱化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女生怎么样选到自己喜欢的 又有女人味的女表 过去常常有很多品牌把小号的男表 当作一个女表来买 现在这招还零吗 真正要凸显女人味的手表 应该是什么样呢 我希望在这个表展上也能找到这个答案 还有就是毕竟这一个规模很大的表展 肯定有品牌想借这个机会推出一些报款 那么这些报款将是哪些呢 这都是我们有兴趣要考察的 感谢万国的工作人员 咱们有机会拿到了这个新款的工程师 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工程师呢 严格地说它不是一款新款 因为工程师作为IWC的一个 比较讲究性能的办表 它存在了很长时间了 我们知道尊达参与了设计这款表 但是准确地说呢 尊达是在万国工程师系列 诞生很多年以后 它参与改进了一个型 叫SL型 自打它参与改进了SL型 工程师就从此走上了 加速火爆的道路 这个之前已经很火了 今天这款表有什么看点呢 我觉得有两点 一个是它使用了万国自己的自产机芯 这个大家在乎这个垂直度的人 都很关注这个 这个机芯是IWC自产的3211机芯 具有一个很突出的性能 就是长动力 长到什么程度呢 120小时 因为我们现在坊间 自产机芯 大三针机芯的动数 如果能达到70小时 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吧 这个是120小时 这还是单发条盒的 另外这个机芯里 它是增加了硅油丝 另外一点呢 它的外观 虽然忠实地保留了尊达的设计 但是在这个外观打磨上 做了进一步的经济 大家知道 工程师严格意义上 是一款兼顾耐用 高性能的工具表 但是呢 作为豪华运动表 大家对它的期待 就布置这些性能了 它的外观 进行了更精进的打磨 总看我们节奏的人 知道这叫复合打磨 所以这款表 它的复合打磨 是很精致 很讲究的 它这个节奏感呢 把握得也特别好 步入爆款行列 这款是够格了 常看我们节目 知道我们上次讲了一个很吸引人的话题 叫现样体容貌 如何躲坑啊 这个节目播出以后 还想还是可以的 我这是有点冒险啊 没有看到这工程师之前 我就已经发布了现样体容貌内容 我这个内容会不会误伤到IWC呢 现在我们拿到实物 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 它的侧面非常的挺拔 完全没有现样体容貌的任何嫌疑 所以你大师还是你大师啊 看看这款表 明示的啊 有很多信息表自己就传达了 比如说这个外形啊 你看这表圈几个角啊 你看它这个侧面的结构啊 要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明示的利维拉系列 但是这是作为今天的新款之一 它是明示利维拉的潜水表 不明思义啊 利维拉的初代目 它并不是潜水表 虽然防水达到100米 但是现在我们讲潜水表 怎么着也给潜到300米 这款就是300米 这个机芯呢 也有讲究 按照明示的说法 它是叫自产机械 但是确切地讲 是利丰集团自产机械 实际上它是一个 也很不错的机芯厂 叫拉朱贝黑 这个厂给它专门做的 美中不足的是 皮肉的小厚啊 当然喜欢吃皮的另说 if you have the oil it looks like bigger so it's and also you don't have the bezel so the glass is straight into the case so you can really read the hours from every angle and also if you are an old and blind like me ok 看了那么多主流的表 给你来点非主流的 看着什么叫 Wooboat Italo Fontana Wooboat是潜水品的意思 坊间一直有这么一个 Wooboat的品牌 今天我们看到活物了 很显然听口音就知道 这是意大利人做的表 从外观上看 你都顾不上看 它是左撇的表了吧 这个表盘还是很奇特的 表镜下面充的是油 液体油啊 不是放热性元素油 为什么要用油呢 它跟弧形的表镜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种突透镜的效果 让表层的信息有一定程度的放大 据说是游艇啊 防海的一些器材 常用的为了让它一读 采用的一种设计 比如说这个弧形的表面 你从侧面也可以容易的读到它这个刻度啊 这是它的设计意义 很独特吧 从后面呢 你看就有两个操作的部分 一个部分是换电池的 一个部分呢 是调整镜片里的气泡 毕竟是里面冲着油嘛 对不对 压力不同的时候 温度不同的时候 气泡它会变化 据说是需要调整的 很有趣的一个读试方式啊 大概是1000多欧元 对你来说是不是可以纳入考量 这个牌子呢 还展示了其他的一些 比较新奇的设计的表款 都不贵 不过在这种环境之下 人家很勇敢的参加这个表展 勇气还是很可嘉的 你用最流行的小胶软件 搜索中表与奇迹 official 就可以获得这个表展的所有信息啊 包括注册登记 另外呢 随着说了一下 这个表展一直开到17号 所以啊 如果16 17有条件的朋友 不妨亲自来看 当然了 进场啊 大家都那么不容易啊 可能每个人需要捐150块 如果没有条件来表展的话 可以看我们节目 这款表啊 让我们的导演看上了 所以我也顺便说一下啊 看这外形 顾莫声 这就是飞行员表的外形 还有一个数我大的羊腾头啊 这都是飞行员表的标志 飞行员嘛 在那个环境下 表观一定要大一点拉 在手套调整方便 造就了飞行员表的这个造型 这个表为什么让我们导演看上呢 因为它对这上面这些复杂的功能比较着迷 自身表演能看出来啊 这是满年历 另外有南北月项 其实南北月项这东西 在这次展览上啊 已经有很多家在用了 但是IWC的工作人员跟我说 这个南北月项同时显示 还是IWC先开创 话说1985年啊 那个时候机械表刚刚复兴啊 当时IWC有一个神级的人物 格劳斯先生让IWC从此进入了高复杂的各种级别赛道 其中就包括万年历啊 马表啊 包括这个南北月项同时出现在一个表盘上 对我们平时待不住的人 喜欢旅行的人啊 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 现在当然很普及的 但是别忘了 还是IWC在1985年的时候先推出的 这个万年历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数字连写 传统的一般都是用一个指针来显示 但是在IWC年份是用四位数的阿拉伯数字显示的 不信你仔细看 这个在一个机械表上 它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一种功能 可以看 这个表壳的材质也说一说啊 估计你也看出来了 这是陶瓷 把陶瓷做的这么精细啊 也是很不容易的 不过这个侧面造型嘛 我就不说了啊 机芯还是很牛的 IWC比较擅长的一个比较高级的机芯啊 五字头的机芯平台 所以在上面呢 加各种复杂功能模组都是比较方便 洞储也是非常给力的 这款还是自动上线的 再给你看一下初代穆德利威拉 就是这款啊 表圈上还是这么多个角 不过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名式的利威拉 是行业里少有的 不依赖著名设计师而诞生的一款 具有爆款潜质的运动表 看看那外形 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啊 我们讲爆款 讲整体式设计 还讲当下那什么是吧 这个呢 多多少少 是有点真正的 是有点真正的 不管怎么说 狭不掩狱啊 这个表 赶快跟我们互动起来 我们一定在后面的节目里满足你的要求 怎么样 第一天的150块省了吗 今天就先讲这么多啊 没讲到的品牌呢 我们将在下期里讲 另外跟大家说了 有几个品牌 我们会重点介绍 谢谢大家